士拼赛冷门南汉国拼 但国际拼联才是最大赢家 当女单四面国旗 同时在休斯敦士拼赛中升起时 你依然能感受到国拼的强大 甚至在混双颁奖典礼的现场 有网友这样调侃 八个人里面有七个人会说中文 除了早田吸纳 北京时间11月30日 士拼赛落下帷幕 国拼摘得四金一银六铜的成绩 尽管未能复制两年前布达佩斯包揽五冠的壮举 但在冷门不断的情况下 中国队依然展现出过人一筹的整体实力 但更重要的是 来自非洲、美洲等地区的球员创下了诸多历史 士拼赛二号种子张本志 和在自己首场单打比赛输球 布迪世界排名65位的波兰选手德加斯 止步32强 上届士拼赛亚军法尔克 布迪法国选手卡辛 止步32强 本届士拼赛四号种子林云如则倒在16强 输给世界排名71位的韩国选手林忠勋 法国一哥西蒙高词、布迪斯洛伐克选手汪洋 同样惨遭淘汰 不过南队主帅秦志简 对南拼整体表现依然满意 年轻球员组队第一次参加大赛 我觉得大家收获非常大 在国拼出征之前 南拼主帅秦志简就曾透露 我们近50人的备战队伍规模比较大 不论是模拟对手打法的球员配备 还是辅助的后勤保障 都是最棒的 我们希望这种支持将在未来几年中 促进每周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和进步 国际拼联教育、训练与发展部 总监波罗那切获万表示 国际拼联以各种方式向运动员 教练和协会提供支持 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范围内 进一步发展乒乓球运动 使之从基层发展到精英水平 因此当中美混双搭档林高远 张安站上领奖台 帮助东道主时隔62年来 再次夺得士拼赛奖牌时 刘国梁强调 我们可以拿所有的冠军 也可以帮助推动世界各国乒乓球发展